我又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有個新同事 我們一開台 我們有個 Assistant Operator 那個是甚麼名字 大家記得的 你記得嗎 Linda Ada 因為我經常記得Linda Lin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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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da 可乏可乏要走 這是時候交出與及接收 Linda我們當然很懷念 但還說Ada 為甚麼呢 她叫Ada,我應該容易記的 因為她並不配Linda這個名字 因為Ada其實是沒有甚麼Linda 不知道,沒有甚麼Linda的東西 但是Ada是骨子的,是幼細的,是白色的 或者她不是很漂亮,她是那種越看越漂亮的女生 但當我們的網友或者我們的主持 看了很久之後,終於接受了她的樣子 她就跟我們說聲再見 她加入了香港的紀錄部隊 我們不要說是哪個紀錄部隊 放心,一定不是警察部 意思是上星期上星期的節目 黑警跟我們說 她說這麼多紀錄部隊 真的不要當警察 她說寧願做樓紀也不要當警察 這是現役警察這樣跟我說的 她說今時今日簡直是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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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 我們還要有人負負剪片各樣各樣 為甚麼呢?因為今次我們要希望可以快點放上youtube 事實上如果正正常常下沒有什麼受攻擊 我們八點,我又不要說家常節目那些 我們八點鐘做完節目 很多時候我們九點鬆一點就已經放了六節上去 youtube 在網台來說我們算是相當快捷的 但是如果你說有兩個人做 一個人在下班 一個人在第二節的時候已經在剪輯第一節 那就更加快了 第二個呢 其實我們是很偶然地遇到她 請了她 偶然 就是偶遇的 偶遇的 那個我一時都忘記了一個名字 叫Milker 為甚麼呢?我趁她現在不在 我要向她傳託 她姓恩 她的名字有個苗字 跟著我不猜 因苗甚麼?還是因甚麼苗呢? 那我就不說了 OK? 有個苗字 我們真的對她難忘的 因為她的衣著是非常之... 不要這樣笑 是有她個人的品味 無論甚麼品味都好 我最難忘的就是她那一對 那些皮 就是我這樣形容 大家如果小學有穿過女學生 有穿過那些皮鞋 小學 OK? 而且是脫皮脫到百分之七八十 我們如果現在... 因為環境不太好 小時候 就用雙頭筆塗黑去 黑皮脫了變成灰灰 她連黑也沒有油 她穿那些鞋子是令難忘的 這麼折劍 但是這樣也未算 她那雙襪真是浩嶺有型 那雙短襪子 反過來是有蝴蝶花的 那些襪就是我姐姐 在五、六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小時候去拜年 要穿漂亮一點的時候 就會穿那雙襪 在今時今日 香港底 這麼健壯的女孩 是少見的 但我們應該是正正常常的 明明應該是正正常常的 例如我們去遊行 我們去西日上街 是完全知道塑牛仔褲波 是不是很好 她的品味是很多元化 喵喵有些人見過她 有些人未見過她 有些人認為我 真的太誇張 大家搞清楚 喵喵值得二十歲不夠的女孩 她的輪廓 就像林康正所說 有七、八分 不像七、八分 九分 其實就是差一些裝扮 尤其是她的頭髮 她還未懂怎樣打理 是 只要她 只要她再大 第一 寶寶小 第二 她再裝扮 的確 她還未了解自己的潛質 但有一件事 她的確是很嬌人 沒錯 就是她的心斷 她真的 空襟祖為大志 是挺空做人的 嗯 而即使 她可能有時自覺 會不會太大 於是 那些 我們現在才說 真是不配戴 真是不適合身的衣服 也好 但是 都仍然掩蓋 掩飾不到她的嬌人身段 大家 特別是男人 我已經明白了 你想想 她穿寬寬大袖的T恤 因為有一次她跟我們買一件不知甚麼T恤 她上街 她明明應該穿小馬 最多頂我們是中馬 她買一件不知加大馬 那些東西 寬寶大袖 T恤正常來說 寬寶大袖 甚麼叫寬寶大袖 原來那件T恤 就長得像條裙一樣 OK 衣服就那麼寬 最多時有甚麼情形出現呢 最多時就是我們看電影 男主角帶女主角回家 女主角換衣服 沒有衣服給她換 可能下雨 就被男主角的T恤穿 可能寬寶大袖 那些情況你有沒有遇過 你的朋友有沒有遇過 遇過 那些事情是很難不頂的 我告訴你 是吧 OK 而Miu Miu 即使那天拿了一件加大馬的T恤 正常性的寬寶大袖 就很鬆分 都掩飾不到她的胸襟組 懷大自己胸襟 你說她的身材是多嬌人 但我們猜不到 我們本來預計Miu Miu 是應該可以做到 即是暑假那樣的時間 過了暑假 然後她會回到學校 回到讀方科 讀方科 雖然她是19歲 如果說到讀方科 就是20歲 我問她為甚麼要 這陣子不用上學 她說要停學 我問她為甚麼 因為她在谷林氣 丟了一個打機 在樓上丟了到街 把垃圾桶 垃圾桶 是 她想起把垃圾桶在幾樓上丟到街 厲害 即是列女 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她跟我們 又不是不辭而別 即是早幾天前跟我們共同 她說要補習 補習 但我們將會永遠懷念Miu Miu 亦希望她在不同的空間裏 都會覺得甜乘 不過她說九天都可以回來 好了 我們以為Miu Miu 已經是我們的其餘 誰知道 今天我們的operator 在大約四點多五點鐘上班的時候 我開門 然後我在後面見到一個身影 跟我一起進來 我初時以為 難道是有鬼跟著她 有東西跟著她 這麼大把頭髮 誰知道再看清楚 突然聞到一股香味 這樣也聞到 你這樣聞不到嗎 是聞到那種 是一股甚麼香味呢 是少女香 你幹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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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節目認真一點 稀微少年 我認真 那一股少女香 簡單一點說 嚴肅一點說 其實是處女的香味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處女 我不知道 但的確有那種味道 因為今天真的很忙 我完全未有空 我連新聞都未看過 但當然 我開始一個生氣 有線 她們不斷滾滾滾滾 來來去去說那些事情 但我知道發生過甚麼事 我抬了一望 哇 好像 如陽光 半尾那隻 OK 她的樣子 我要怎麼說呢 她戴眼鏡 斯文的 她的頭髮很多 像我老婆年輕時 我老婆有很多頭髮 毛髮是旺盛的 毛髮是旺盛的 健康好 她戴一副眼鏡 一個少女 首先要這樣說 因為我們有個方法會去填的 我們做staff 即是part-time也好 我們將會成為一歲 第二 我對她的骨骼 手的看法 我想她只有20歲而已 20歲留下 十幾歲 十八九歲 我們首先要承認一件事 就是十八無首婦 當然我不能夠說 這樣說是華林玉孫佳不是 她很平實 戴著眼鏡 我喜歡女生戴眼鏡 特別是 如果大家有上Z4 1那些 你會發現有很多雞 無論如何都要戴著眼鏡 為什麼 戴著眼鏡反而有客人會喜歡 當然 特別一點 她戴著眼鏡 沒絲絲粉 上班當然不用絲絲粉 當然 因為青春就是她的本錢 而最特別的 我要跟大家說 她似乎比喵喵高 如果這樣看就能夠坐在那裡 差不多 高一點 她應該比喵喵高一吋 我沒有記錯 我隨便說 她應該是164左右 是不是164 cm 差不多 老實說 我生我哥 我啤梨哥 我老友才生我哥 你會看女生 十有九中 十有十中 163 cm 左右 但是我只能夠這樣說一件事 163 cm 164 cm 差不多 我只能夠這樣說一件事 我希望她不要寒貝 這個習慣是不好的 現在坐在那裡寒貝 為什麼她會養成寒貝的習慣 負擔大 不是負擔大 是怕被人笑 笑她 這麼大包米 她還未知道 這個才是她 最殺死的地方 應該會這樣說 希望她可以繼續努力 有些人說 那你當然是性騷擾我們的 不是 錯了 我作為一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 做到人爸爸 我絕對不會性騷擾那些十八二十二的 對 是啊 但是你說 因為性騷擾我很低莊 嗯 我希望她 我看到今天她雖然第一天上班 她以前我不知道 她應該可能完全沒有接觸過 做 我不知道 因為她做VO 我看到她有做的 是 但是我看來她好像挺上手 因為畢竟她的眼睛很用心 做operator 最重要的是什麼 留意著主持說什麼 特別是我們突然間說去片那些 準備好這些東西其實也不是很難的 OK 這個大家記住她 她叫IFC 不要了I 叫FC 讀快一點就 Fs Fs 是啊 或者阿C 阿C好一點 OK 由於我們的老友記 看到Linda也喜歡 看到蔡A也也喜歡 看到Batchan也喜歡 看到Batchan也喜歡 Batchan也喜歡 她基本上是凡女兒喜歡的 我要澄清 波仔說不是我們的朋友說 Batchan經常看著她 是Batchan喜歡她 不是她喜歡Batchan 對 剛才她上來 她也 我不知道她有沒有看到Fs 當然有 我希望Fs不會感覺到有騷擾 波仔 不是我們的朋友 畢竟是一個好人 好人 好人 還是青頭 她買了2000元的抗爭用品 入了元王 然後她說和我一起入元朗的Fs 是全部放了她的飛機 是 她仍然進去 我覺得 買2000元的入元朗 那也是令人佩服的一隻元朗 是啊 如果給我 不如我帶著2000元入元朗 不知道她最後要不要入 OK